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企业界网罗的政务委员张善政 也许各位观众对这些人并不是相当熟悉 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马英九在求得这些人才要进入马团队 过程其实并不是这么顺利的 马英九用了哪些心力 用了哪些心思 精彩故事今天跟大家来说 我们介绍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资深媒体人马希平 希平你好 松青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凤馨 凤馨你好 松青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 其实两位来宾都非常清楚说 马英九在求财的时候 有哪些小故事 我们先来看一下龙应台这个人 新内阁中令人瞩目的女性阁员 作家龙应台接掌文件会 可说是众望所归 1999年夏天 当时还是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特别飞到德国 当面力邀龙应台进入小内阁 刚开始的文化局 只是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小单位 却因为龙应台的高知名度 与非典型官员作风 带来了不少刺激与视野 他那个都字就是以城市为单位的 龙应台在议会质询台上 展现文化人的坚持刚硬 担任文化局长三年 最后离开政坛 旅居香港 这次新内阁再度被引览入阁 独特的个性 浪漫与坚持 矛盾和冲突的组合 龙应台带来的这把野火 让外界期待混乱的政治中 有另外一番文化人的智慧 龙应台出现在这次新内阁名单当中 很多人都很惊讶 因为之前并没有这样的风声 所以龙应台在第一个时间 他也输出他的心情 他说他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 但是他咬牙下决定之后 严重失眠 心情沉重 好像是带着头盔要去当兵 或者是高空跳水 这个状况应该是临危寿命吧 因为梦想家事件之后 文化界里头要求要有一个文化人 来担任文建会组委的声浪 非常大 所以他要摆得平文化界 他必须是一个文化人 然后他必须让大家幸福 他又必须要够分量 还有应该要马英九信任 我觉得这个时候马英九恐怕是 任何人只要愿意为他上战场 他都会很开心 当然这个第一时间 所想到的龙应台 跟马英九的渊源 我必须说是蛮深的 因为在马英九过去在台北市长 八年的任内 龙应台是他的第一任文化局长 但也是马英九在台北市长的任内 最亮眼表现最好 外界记忆最深刻的文化局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龙应台的背景 龙应台他是现任新科的文建会主委 他是有美国的学历 同时他也是博士 另外他曾经在媒体界担任过专栏作家 同时也是刚刚奉行有提到他是马英九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的文化局局长 同时他也担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也成立了这个文化基金会 是他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创办人 预料如果没有意外 他应该会成为台湾第一位的文化部部长 我们要请教一下西平其实谈到龙应台 这次马英九呢可以说是两天之内就找到他 而且他也首肯来担任这个文建会主委 但是据了解其实早在十多年前 他在担任这个文化局局长 那时候马英九要邀请他进入马团队的时候 是费了一番心思 那当然你知道 那个马英九当选市长之后 那么竞选总部结束之后 他在这个另外找了一个小房间 做他交接前还没上任交接前的一个办公室 有一天这个我跟他在办公室里面 两个单独聊天 他就很得意说 我这一次小内阁的名单 一定让外界跌破眼镜 他那时候很得意 我看到他这么得意过 然后我就问他说 马先生你能不能透露点 他说我告诉你 大家都想不到 不过你先不要讲 我都好 他就是劳工局长 郑春琪 还找了林郑修 是 林郑局长 林郑局长林郑修 然后找了文化局长龙英潭 那时候他很得意 他说这个一定会让外界跌破眼镜 好 其实当初文化局长 很多人推荐名单给马英九 他在这所有推荐名单里面 过滤出两个名字 林怀明 蒋勋 是 对 那林怀明跟蒋勋 是他过滤出来两个名字 然后就先问了林怀明 林怀明就说我不可能 但是我推荐龙英潭 是 所以马英九就听到龙英潭 那他不是对他很熟 他当知道他喜欢野火机 他就打个电话到德国给龙英潭 说你们寄个简历给我 龙英潭你知道怎么回他 说你去看我的书吧 是 你看过我的书没有啊 我的书就是我的简历 是 结果讲完之后 马英九真的就叫幕僚 赶快去买书 是 就买了一大堆书来 后来马英九不是到欧洲去了一趟吗 对 到欧洲去 他那个秘书就打个电话给龙英潭 说马先生现在意大利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龙英潭说叫他到法兰克福来吧 意思是说你求财是要上门来 哪有我去看拜见你的 叫他到法兰克福来吧 马英九就真的跑到法兰克福 把记者都摆脱了 秘书就打电话给龙英潭 说我们现在法兰克福旅馆 你能不能来一下 是 要到我家来吧 你要就求财到我家来 结果你知道他家很远 而且在蛮郊区的 是 马英就坐过计程车 找了很久 真的找了很久 找了很久 找到那边之后 那龙英 那他还给了 因为已经晚上12点了 你注意了哦 12点 在那地方 第一个叫不到计程车 那地方根本没有计程车 他给计程车说 你能不能等 在那边等我一下 把我再送回去 好 接着是就等他 就要按门进去 你知道谈了三个小时 他小时以后 他在里面 就引用书里面 只要龙英台提到 文化理念跟文化政策了 他都拿出来 跟龙英台讨论 哎呀 第一个 你居然这家伙 真的是看过我的书 等于是看过我的简历才来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 龙英台给他说 文化一定要有历史感 马英就说 如果我没有历史感 我不会来找你 第二个就让他说服了 第三点 马英就告诉他说 台湾文化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我希望你来 政治就可以为文化服务 哇 这个龙英台就听进去 打动了龙英台 还得新了 打动龙英台新了之后呢 那马英九花三小时 谈到半夜两点多 将近三点 回去坐了计程车 返回旅馆 天已经微亮 结果你知道 他说什么 他说 这被你做过最贵的一次计程车 你知道做多少钱 做了五千多块新台币 五千多块新台币 因为包括等他的那个三个小时 跟来回花了五千多块新台币 所以他就以此跟龙英台结上了缘 没想到龙英台在他手下任职 333 什么叫333 做了三年三个月又三天 的文化局局长 成为他马英九在四府里面 真正最大的爱将之一 所以请教一下奉兴 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请教一下 这是马英九自己说出来的吗 马英九非常得意 他自己求财的一个过程 龙英台确实是他在 整个求财过程当中 其实最艰辛的一个 这里面你看出来他非常用功 而且不服输的这样子的一部分的个性 整个龙英台在跟马政府 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 最不愉快的一件事情 是跟民意机关打交道 这个是龙英台不止一次 谈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边也做一个整理 其实后来就像各位所说的 龙英台就接受了马英九的邀请 就到市府团队里面去服务 但是好像才就任三个月 他就萌生辞役了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空背景 当然其实我们要知道 就是在官僚体系里头 其实有很多的繁文入节 然后再加上有很多的开会 而不能够决定 以及有非常多的内部的公文程序 这一部分龙英台倒是没有抱怨 所以我相信他内部解决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议会质询的 这一个部分 因为其实在台湾议会质询也好 立法院的质询也好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羞辱性的一些质询 这一点 你看龙英台文章个性很强 讲起话来轻轻柔柔的 但是内部的个性还是很强 所以他没有办法适应 这样的质询环境 这也是外界在讨论 龙英台这一个人事案的时候 最担心他以后怎么去面对立法院 可是有一点就是马英九真的授权龙英台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个性互补 因为马英九其实是一个 有的时候当两边僵此不下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做决定 他没有办法做判断 然后立刻做决策的人 龙英台是一个很强烈的人 所以当龙英台做了决定之后 对马英九来讲 你做了决定我就接受 其实他反而是一个轻松的事情 结果一个强势的人努力往前冲 然后后面不扯后腿 后面只是告诉龙英台说 好 好 好 这一点其实龙英台在做完了 三年多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 他对马英九从无怨言 其实他对马英九 算是有一定程度的赞赏 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相处是愉快的 就从这一次龙英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愿意出任这个文建会主委一职业 代表说他应该在这个所谓市府期间 跟马英九的合作应该是相当的愉快 据了解这曾经有一个台北市某经济园区开幕的时候 文化局美术馆要配合举办美术展 那时候好像就说龙英台就指示说 不宜由市长来剪彩配合演出 马英九能够征服龙英台这么强势一个女人 很简单 我让 我从你 你所有的理念我全部配合 当你的理念跟我有冲突的时候 我退让 所以马英九觉得 龙英台觉得马英九包容它 这就是一个包容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经济园区开幕文化局美术局 那有个公文到我龙英台手上 就希望他能够在开幕典礼上办个美术展 让开幕活动显得很漂亮 很热烈 很热烈 那龙英台就在那边批两点 还写一二 一 美术馆展览属于专业流程 不能配合市长剪彩演出 第二 美术展是向全体市民负责 不是向市长幕僚负责 点名哦 美术馆是培养市民的 美学为宗旨 而不是以做市长剪彩的培衬为宗旨 第一点 第二点 写这么历 就公文一到马英九里边 马英九就写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这种官体需要被建立很好 这是马英九的批示 下面的人在公文上骂了市长 市长说很好很好 骂了好骂了 所以就变成马英九是很宠龙英台 所以说龙英台这一次 也很有意气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力挺马英九 而马英九在这一次整个新内阁当中 其实求财还有一个人就是企业界来的张善政 这当中还有非常多的小故事 我们稍后回来 走进台湾 带您关心台湾市 台湾政权进行市 我们今天带大家了解是 马英九如何的求得人才 其实马英九为了他自己的团队当中的人才 他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这一次在他整个新内阁名单当中的除了我刚刚提到的龙英台之外 马英九曾经为了要找龙英台费尽心思之外 这一次从企业界网罗了政务委员张善政也是有很多故事的 一起来了解 戴着眼镜在投影机前侃侃而谈 这位专业人士就是知名入口网站谷歌的亚太区基础建设营运总监张善政 从现在起他有了新头衔 那就是陈冲内阁的政务委员 作业系统跟背后的网络是所谓封闭型的 也就是说他不跟其他的电脑 整个网络上面只有我们这几套电脑 所以其实老实说骇客没有管道可以切进来 这是张善政2002年时的画面 当时他是宏基公司的副总 向大家解说工业彩券电脑主机的安全措施 今年57岁的他担任过台大土木系教授 是台湾HiNet的推手 接着进入宏基担任副总 发展现在最夯的资料中心 2010年12月被谷歌挖角 负责亚太区的资料中心建制 张善政表示会答应入阁 完全是因为马英九和陈冲院长的盛情难却 他长期推动高速电脑运算与资料中心的建制 不但是台湾网路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推手 也是高速电脑运算与网路发展的先驱 对政府推动云端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业界人士都表示政府这一次是找对人了 很多人都说其实张善政的出现 也代表马英九求财若渴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张善政的经历 我们刚从影片当中也了解到 他其实是有留美的经验 另外他曾经在台湾的科学委员会电脑中心的创办人 同时也在宏基服务过 另外他之前是在Google亚太区基础建设的营运总监 可以说相当有专业背景的一位人士 而这一次他的出现 像我们这张图所显示的 是动用了相当多的人力 我们要请教一下风信这之间的故事 张善政其实跟马英九陈冲事先都不认识 马英九跟陈冲在讨论整个内阁团队的时候 当时他们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们需要有人来推动云端产业 现在推动云端产业分布在各个领域里头 而且并没有真正了解云端产业的人 所以他们当时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个对于云端产业真正了解 第二个他还必须要曾经在官僚体系里头待过 因为如果说你对于官僚体系不了解的话 你不但没有办法去发展云端产业 可能一进了行政部门之后 就被整个官僚体系绑死了 完全没有办法动手脚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 马英九陈冲就大概 我当听说三条线 去问了三个人 这方面领域比较熟悉的人 然后请他们推荐名单 结果在这份名单当中 重复的名字就是张善政 可见他不止一个人推荐张善政 所以有至少两个人以上推荐张善政 而他们马英九陈冲去查了 每一个人的理律之后 发现到说张善政是最适合的人 唯一的困难是 他的薪水现在太高了 当年他进入国科会 担任企划处长的时候 他之前的职称是叫做台大教授 台湾大学教授 其实网络进来比较容易 现在他是年薪 不知道要用多少钱来计算的 一个高科技的人才 所以当时由陈冲负责 来说服张善政 他时间很赶 因为陈冲自己答应 就已经蛮晚的 然后很快的要组合成功 所以他其实只有两三天的时间 能够说服张善政 所以他第一时间 先请了朋友去探寻 回来答案当然是不 接着打电话 回来的答案也是不 接着约见面 见面谈了两个多小时 答案还是不 然后一连串的不 可是陈冲觉得除了他之外 好像没有更好的人选 所以陈冲不死心 不死心 接着开始两个人就通电子邮件 email来email去 email来email去 到底几封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那什么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呢 陈冲自己的理解是 他曾经在一份的email里头 写了一段话 他觉得那封email之后 情势就急转直下了 那封email的那一段话 陈冲觉得最重要的一段话是说 我知道要劝一个人 爱这块土地是一件困难的事 这句话其实还蛮重的 结果这句话讲完了之后 后来回来的email就松动了 态度似乎出现了批变 那到最后张善政答应了 可是张善政自己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件事情 他说其实陈冲陈院长 自己也有放弃高薪 来任官职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他的经验给了我一些启发 那陈冲因为当初2008年底 接任金管会主委之前 他就是年薪千万的民营银行的董事长 所以他放弃高薪来担任年薪不到300万的职务 对张善政来讲 也许这一个经验也有说服了张善政 所以陈冲会在记者会上面说 张善政是为了民族大义 这是因为在整个的说服的过程当中 他认为那个关键点打动了张善政 像凤卿所陈述的陈冲跟张善政之间 用非常多次的邮件来往返的一个过程当中 陈冲自己解读 应该是他那份文件当中 邮件当中写了说要爱台湾这块土地 所以说陈冲的解读是说 他动之民族大义之情 所以张善政说好吧 我愿意我们要请教西萍 其实刚刚也提到张善政他有很多过去 也有曾经在官僚体系工作的经验 似乎这个经验不是太愉快 松轻我问你 马英九如果要找一个高科技的人才 他第一个会询问谁 刘兆玄 刘兆玄当过科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他当副主任委员的时候 我跑科学委员会 所以我跟他很熟 然后一直看他当主任委员 他问了三个人 但他问刘兆玄 刘兆玄就告诉他 就一个名字张善政 那他是很相信刘兆玄 刘兆玄为什么这么相信张善政呢 当年这个网际网路 internet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那只有学术界的人知道 可以用internet免费打长毒电话 结果这个有 我不要讲是就是中华电信 一个副总经理就说 大家都打免费电话 那以后我们怎么活 而且大家都在寄信 随便寄到国外去 这个到底里面信的内容是什么 都不知道 以前信还可以检查 现在没办法检查 就好像货柜一样 货柜密布透风包到里面 长毒怎么办 讲这种话 张善政听到全城起七皮疙瘩 这什么理论啊 那他就去找刘兆玄 给刘兆玄做简报 说这个东西对台湾太重要了 你们不要忽视 这种东西 那刘兆玄的时候 从科学委员会 已经调到交通部当部长了 但是电信业是归交通部部长管 所以他就给交通部 那时候他是这个电脑 高速电脑中心的主任 好 刘兆玄听了以后 哇第一次听到这个 网级网络重要性啊 对电信业冲击啊 刘兆玄听了以后 有个新的概念了 后来这个网级网络盛行 开始CNET啦 这些都看这个 HINNET都开始成立的时候 他又跑去给刘兆玄做简报 刘兆玄说好吧 我吃午餐你来吧 刘兆玄就一面吃午餐一面听 结果刘兆玄听了他讲 网级网络未来发展 政府要如何结合网级网络 政府部门 公部门要如何做网级的连线 那怎么再发展 HINNET对科技提升的重要性 刘兆玄说 我那便当根本没吃 因为我听得入迷了 我根本没有时间低头去吃便当 听完之后 他就这个说 他应该当这个 科学委员会的 企划处处长 你知道科学委员会企划处处长里面 每一个人出来都在 经济部门做了很高的关 譬如说 我跑科学委员会企划处长 也是杨世健 杨世健后来也做了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也做经济部长 所以他就介绍他去当企划委员 企划处的处长 他在企划处处长去企划整个 网级网络的这些东西 所以刘兆全对他印象就非常非常深刻 但是今天为什么张生被民族大义打动了 你知道张生是什么时候离开企划处长的 这2000年政党轮替 阿扁当了领导人 他就离开公部门了 所以他老实说在这方面可以看到 他到宏基去了 而且彩券那个就是他规划的 所以刘兆全对他太欣赏了 那他就给马恩九说 我只讲一个名字 就是张善政 那马恩九太相信刘兆全了 所以我们要来观察一下张善政 其实最近张善政也开始上任之后 你也接受媒体的专访 奉进对他有什么样的观察 那张善政比我想象中的 我看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比我想象中的对于 未来他所要做的事情 他可能碰到的阻碍 比我想象中更清楚 官僚体系的阻碍 其实这一点他本来就清楚 很重要的是 他其实自己也透露 他在推展部分的云端的 内部整个行政部门 要自己建立云端的时候 他说我可以想象会碰到政治困难 接着他就讲说 所以我当时我有要求马英九先生 如果我碰到政治困难 你必须帮我排除 那你也了解马英九的个性 当你要要求马英九 帮你排除政治困难的时候 这是马英九最得意的事情了 马英九不但立刻的答应 而且跟他保证 我一定会帮你排除政治困难 所以说其实张善政 真的是有备而来 我们也期待马英九 用了这些好人才 也能让这些人 有真正施展的空间 走进台湾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走进台湾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